最后一个星来说就是贪囊化技,四化当中来说化技星有时代表了空, 但都要看实际情况是怎样空化才行, 但化技星来说好像放在官陆宫来说是代表了在行业里面投入, 是代表了整体性来说都是向好的,但是来说是避免是辛苦的, 但是贪囊化技那真是多的特别, 贪囊化技大家会联想到这颗星来说属于偏财星, 亦都是财星,亦都可以说是一个桃花星, 所以贪囊化技一定会在这个偏财的事业, 和在桃花上面来说会比较多一些负面的事件会出现, 贪囊星来说就是属木的, 亦都是代表了很多欲望主要是说禍和福, 因为为什么呢?桃花来说可能是福来的, 但最后变成了桃花灾桃花结都可以这样说, 所以贪囊是很复杂的,贪囊场面的人就很大, 喜欢做大的,一定要做大买卖大生意这样去做, 但是有没有什么格局呢?是另一回事, 贪囊的本意代表了欲望,贪囊, 喜欢和别人竞争,桃花, 化技就是不正的桃花,变动, 和比较投机,非常善变的, 喜欢新鲜,有趣的东西, 一生之中来说都是抱着一种玩的态度, 所以来说你和贪囊星合作的人来说, 都比较麻烦的, 常常会脱漏的, 还有来说常常会脱汤, 好了, 贪囊星来说, 不是,贪囊星来说, 就很多个行业的, 其实可以代表, 为什么呢? 因为跟这件事都很大关系, 跟行业方面, 贪囊星来说, 就叫做偏财, 那有些什么偏财星的生意呢? 譬如说, 卡拉OK那些就是, 这样的偏财生意, 不过在贪囊化的来说, 这一个行业就会比较差, 好了, 贪囊星也是代表了财艺, 有些表演欲, 追求很多多知多彩的生活, 而且来说, 有多时候喜欢一些文雅, 文艺, 喜欢一些娱乐性的东西, 所以你看到贪囊的人, 如果唱卡拉OK, 一定会跟你唱咪, 好了, 在这个天罡的四化里面来说, 贪囊化技, 其实代表某一些行业, 是比较会弱雞一些的, 因为呢, 泰音其实就代表, 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演员, 或者有一些新的演艺人员, 是很出色, 但是另一方面来说, 是整体的行业来说, 有下滑的趋势, 因为贪囊化技, 贪囊化技代表娱乐事业, 娱乐事业来说, 是会普遍来说, 是向下滑的情况会比较多, 演艺事业来说, 可能有一些独特一点的, 一些题材的电影, 因为现在来说, 电影业都越来越难做了, 譬如好像最近有一套电影, 《正义回朗》, 这个真的可以说, 近年这些情况之下, 拍摄到一个高质素水准的电影, 另外来说, 在艺术, 在音乐方面, 美术, 文艺方面来说, 某些人会表现得很出色, 但某方面来说, 就是说, 他们不能从心所欲去做事, 好了, 贪朗其实来说, 很多时候艺术和感想力会比较高, 但是贪朗化技, 未免可能会在一些艺术品, 古董, 或者一些高价品里面, 可能会有一些失试, 避形位等等的情况会出现, 贪朗来说, 跟美容业都有少少关系, 太阴就是化妆品, 贪朗是美容业, 美容业, 贪朗化技, 代表了可能会出现一些, 在美容方面的一些事件出现, 完全是负面的, 对这个行业, 是一些不好的事情会出现, 好了, 贪朗这颗星, 其实有时候是能闻能武的, 如果在宗教上来说, 很喜欢钻研仙术, 道术方面, 贪朗化技, 反而是代表了, 在宗教命理, 心理学, 或者哲学这些来说, 是比较大胜, 会多了很多人出来参与, 或者做这个行业都会有的, 好了, 贪朗化技来说, 有很多行业要注意一下, 是会比较差的, 第一, 烟酒业, 餐具业, 性用品行业, party room, 同时间来说, 演艺业来说, 可能会有相当多的, 丑闻出现, 是一些风化, 桃花, 那些出现, 风月场所经营, 就越来越困难, 甚至很差, 另外来说, 就是副产科, 副产科可能会有一些, 负面的情况, 和一些情形会出现, 好了, 在四化里面来说, 这些行业来说, 刚才大家希望都会记住, 因为, 由破均为主动, 破均来说, 我们经常会觉得, 就是一个, 先破而后成的升, 所以来说, 在年初的时候来说, 慢慢慢慢, 是逐渐, 就可能在某一些行业里面, 会恢复, 我们即是叫做, 恢复回好像以前那样的, 但有些行业来说, 会比较差的, 那我们都见到, 疫情之下, 其实有些行业来说, 不单止是, 叫做什么, 没有滑落的趋势, 甚至乎来说, 是做得相当不错, 检测液米, 卖那些检测棒, 那些就很厉害, 是吧, 每天都几十栋楼, 那样检测, 那你说的消耗是多厉害, 是吧, 所以来说, 就是说, 在医药方面也是, 在疫情之中, 在医药方面来说, 的需求也都很厉害, 大家都见到来说, 就是在抢Panador, 是吧, 有些人都买很多药物在家里, 就被用, 所以形成到来说, 药物的需求就很大, 另外来说, 我们见到, 就很多人买外卖, 外卖需求的饭盒, 那他们的生产, 同时间来说, 比以往多了三至四倍的, 那相对来说, 因为疫情, 有些行业就受到很大影响, 那你譬如可以, 经常都被人开这个, Panirom, 或者婚宴, 或者寿宴, 或者一些, 我们叫做会所等等的行业都比较差, 但明年来说, 贪囊化期不见得完全会复苏, 会一样是叫做平平, 但破均化路来说, 慢慢会逐漸会好, 尤其是要做一个大动作, 一定要将一些东西推倒重来, 那情况就先会好的, 你说在这个, 天网四化里面来说, 我们见到, 就是说, 有没有在楼市, 股市方面来说, 是会一个很重大的波幅, 很大的波幅这样, 如果我们就这样照看这个天网四化来说, 那四个星来说, 都很少涉及到这个, 代表建筑业就会有, 所以来说, 这个就慢慢留在, 下次这个我们讲, 这个八字楼年的时候, 才再将这个正经的事讲, 今天是讲这个, 天网四化的异象, 好了, 另外在这个, 天网四化里面, 明年来说, 天气会怎样呢? 会很多台风, 而且破坏性会很强, 会出现很多雷雨, 棒棒声的, 有些地方来说, 会有水灾, 水灾得很厉害, 但有些地方呢, 会悍灾, 而且是特别多, 在天气方面, 好了, 因为呢, 季某年来说, 就是季破巨婴探, 那四化来说, 因为呢, 破均就化六, 所以破均化六, 就在某年出现, 巨婴化妓也在某出现, 太阳化妓也在某年出现, 过去经历了两三年的疫情, 二二年的时间来说, 俄乌正在打仗, 现在都在打仗, 令到全球的经济来说, 出现滞胀又通胀, 破均婴有一种特别, 就是去旧换身, 将一些东西来说, 打烂了它, 然后重新再建造, 打仗完之后来说, 就会将它重新建立, 即是说, 在2023年的时候, 俄乌战争有望就结束了, 因为可能要乌克兰重整, 俄罗斯也要重整, 因为内耗或者内选也很大, 所以破均婴一粒星来说, 是破坏了后, 是重新去建设的, 有一种力量在这里, 我们在2020年, 就是过去那三年, 抗疫了, 所以来说, 在季某年的时间来说, 大家都感觉到, 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会有股劲的, 股劲来说, 就是化禄注入了一些新的能量给大家, 去重新整理一下, 和重新去出发, 所以来说, 贵某年, 是不是真的看得好像很淡那样呢, 应该来说, 淡之中, 慢慢有味, 我们常常说, 人生之中来说, 淡泊生活来说, 苦中沉, 好了, 但是来说, 要记住, 不要麻木地冲动去投资, 缺乏理性地开创, 因为全球的经济来说, 在事实上, 也是处于一个, 疲惫不堪的, 一个不振的现象, 所以来说, 大家做投资方面来说, 都要小心, 因为, 破军这颗星来说, 其实不是很适宜去高风险投资, 因为是属于一个实降型, 和破军有破号和损失的意味, 大家就要留意了, 好了, 居满花权来说, 是一定会引发到很多国际上的口舌, 打口水箭, 其实来说, 议会里面也有, 权体与权体之间的理念不同, 都会有, 如果你说在政坛方面来说, 就一定来说, 大家就各不相让, 国与国之间来说, 就, 据理力真, 没有道理的, 也都力真, 所以在这个巨门化权那一年来说, 如果有一些行业, 是可能表现得更加出色的, 譬如说一些, 律师, 从司法方面, 或者法院方面来说, 会有一些一番表现, 太阴就是财星来的, 要解决这个钱财的问题, 就要找这个太阴, 因为过去那三年来说, 很多东西都停滞不前, 和很多企业来说, 都逐渐走下坡, 甚至有些是关闭了, 那二三年来说, 太阴法科有望, 将重新注入一些小小的财力, 在财政方面, 注入一些新的能量出现来说, 令到某一些行业来说, 会慢慢会复苏, 和太阴来说, 在财经的法案方面来说, 会有很多修整的出现, 而且, 如果在十年前, 大家会记得, 即是说, 2003年的时间, 即是二十年前, 我们见到, 不是, 应该是2013年的时间来说, 亦都是, 即是十年前, 慢慢有些不好的东西来说, 慢慢会扩大了发展, 因为太阴来说, 亦都代表了财经方面, 好了, 贪囊因为欲望之声, 化妓来说, 欲望呢, 会很大, 但会受到阻, 那如果你说, 真是要去做一些更大的事, 如果贪囊的话, 可能在妓的受制之下, 可能未必会发展得那么好, 而且来说, 就是说, 贪囊呢, 不是想象中, 如其发展得那么好的, 所以来说, 大家来说, 如果要做一些事的时候, 三思而后行, 不要抱着一个很大很大的期望, 好了, 在四化当中来说, 有些要门都讲一下, 譬如好像破军, 破军来说, 就是属于什么呢, 是属于一个军警界, 贪囊化技来说, 可能在这个军警界, 纪律部队方面, 会出了很多一些, 在桃花性质的一些丑闻, 或者一些事件被引发, 会出来的, 另外来说, 因为破军法律, 再加巨门, 似乎来说, 就在这个, 公职人员方面来说, 在这个嘴舌, 嘴巴所表达的东西来说, 是产生了很多自非, 令到大家都很多口舌之身, 这样的, 好了, 今天来说, 就略略这样, 就跟大家说了, 贵某年这个, 天罡四化的一些性质, 希望大家有多多少少的得着, 为来年来说, 铺牌自己的事业, 还有来说, 就有一个立极的方向, 来年的时候, 就更加純純唱唱, 好了, 今天, 紫薇四化就讲到这里为止了, 下个星期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